欢迎回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我的2023年第二季爱用品 四五六月呢刚好经历了季节的变换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大多数都是持装力很棒 很适合在炎炎夏季使用的 那一样在讲解的过程中呢 我也会有穿插使用的画面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主题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的那我们就赶快整瓶开始 妆前的部分呢其实我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使用SUKU的Smooth Primer 或者是说上利的润色防晒 那我变换的底妆产品目的就是要让我的妆容更持久 更无瑕 人出去就是自在滤镜这个样子 自从我去韩国之后遇到了HERA的这款粉底之后呢 我就回不去了 我跟他相遇的故事其实就是蛮随机的 因为你们也知道韩国的粉底都非常的白 那我自己的肤色是偏自然 健康类型的 所以一般在Olive Young那种药妆店里面 基本上没有我可以使用的颜色 就算我硬擦也会有面具感 可是毕竟HERA它是专柜嘛 所以它可以挑选的色选就比较多 当初我只是在柜上抱着不是白不适的心情去使用它 结果我后来发现说把它圆开来擦在手上之后妆感很不错 然后它会有点自动收干的感觉 后来我忘记我自己在手上有试粉底液的 我又再去试了唇釉啊唇油那些东西 你知道这粉底怎么样吗 它把唇釉给剥开耶 所以这款产品基本上上了你的脸之后 它就会剥开任何阻碍 什么汗水啊雨水啊泪水 都不会停留在你的脸上 它就像那个雨刷一样 拜拜 拜拜 Anyway它就是有一定的沉默性 再加上它的妆感非常的棒 它是适度的遮瑕 可是又有微微的光泽 呈现一个很漂亮的肌肤质感 就很像是你的肌肤本来就这么好一样 粉感不是那么的高 它呢就是真的有符合它所标榜的全天的舒适 而且不用补妆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你的肤质是大概什么样子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混干或中性皮肤的人的话 我觉得倒是真的可以不用补妆 可是如果说你是混油或是油肌的话 你的梯子部位啊或是脸的其他部位 还是会出油肌肤极干的人 那我觉得你的妆前保湿可能就是还是要做好 但我觉得它适用的群众还蛮广的 因为它并不是真的那么的干 可是持妆力什么的又很棒 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是一个跟我一样习惯使用遮瑕膏的人 就是不是那种遮瑕液 是遮瑕膏的人 这些产品你最好都要在使用这款粉底液之前去使用它 它收干之后是会沉抹的 所以你如果后续再去上遮瑕的话 我觉得那个贴肤度跟融合度并不是那么的好 在使用它之前先帮你的遮瑕打个底 校正一下你的眼周的颜色 使用它之后再接着用少量的提亮 这样子你的脸呢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均匀透亮 这款粉底液在我这边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跟肯定 再来呢是一个combo的组合 因为他们两个人在我脸上都各有不完美不适合的地方 可是组合在一起却是无敌 首先先来讲这个NARS的超方品 我用了它之后我发现我的脸会变得非常的暗沉 当然它的妆感是非常细致 然后非常服贴 甚至在洗完妆之后呢我都会觉得自己 欸脸嫩嫩的很舒服 可是不管我怎么样说服我自己 它是一款很好的粉底 但它在我脸上的妆效就是看起来非常的累 即使我今天睡超好 姐夫都没有惹我生气 可是我看起来就很苦命 那这一款呢 啊 虽然说它的遮盖力很强 然后也很持妆 可是它在我的脸上竟然会有点起皮欸 不管说是我肌肤偏干的时候用 或者是我是混油肌油肌的时候用 它在我鼻子这边都会有一点点卡纹 那如果说你脸上有一些小皮屑啊 都会非常的明显 所以某一天我就突发起想把它们两个混合在一起用 之后发现哇塞 不得了 那个妆效就是我想要的 我自己平常使用的方式呢是1比0.5 好像数学课程 上脸之后它会维持这个小奶瓶的特性 很快就收干了 所以你一定呢就是要把它用海绵均匀的把它推开来 小部分少量多次的去上把它涂匀 那同时之间因为我加了这个精华粉底液嘛 所以说它也不会那么的干 在你脸上比如说有一些细纹啊 或者是有起皮的地方就不会卡卡的了 同时又具备了它不暗沉高遮瑕的优点 所以这个combo我自己是蛮推荐的 可是如果说你要买的话 确实是很贵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逻辑 如果说你跟我用了一样这款会暗沉 那你可以去试试看手边一些 可能比较白或者干里比较强 比较干的粉底液去做调和看看 那如果说你觉得它太干 你可以混合一些比较润的粉底液 NARS的这个组合 还有HERA的Silky Stay 它们两个在我脸上呢 基本上都可以帮我的脸部的瑕疵 遮到七成左右 比如说像我的鼻翼泛红 就是可以不用另外再去遮瑕的程度 整体的肤色也是非常匀称漂亮 基本上基本上就是如果说用对蜜粉 我一整天是可以都不用补妆的 因为每个人的皮肤DNA真的不同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去靠柜试试看 这个夏天有它们 我就真的不用害怕脱妆です 你在路上随时看到我 都是Easy Breezy Beautiful Cover Girl 下一位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我在淘宝上购买的产品 它是酵涩的遮瑕笔 一开始呢我是非常天真的想说 哇用它来遮雷勾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它是笔状嘛 你就这样画上去晕开来就好 可是后来我发现它的遮盖力 并不是那么的够 推开之后呢反而还会有一点点移动到 我下面的遮瑕的感觉 因为它是比较润的 但是呢后来我帮它找到一个新的用途 而且非常的方便那就是画卧残 因为卧残你画完那条线之后 你还需要让它膨起来 让它有明暗的对比 看起来才会比较自然嘛 这个遮瑕笔就是可以很精准的画那个肉肉 加上另外一头的海绵头呢 去云染会非常的自然 所以这个产品算是一个冷门宝藏的感觉 我今天化妆的时候呢 刚好就是没有画到那块肉肉 只有上亮粉 所以可以补给大家看 有没有 就这样一笔画下去 你会觉得它的感觉蛮生硬的 海绵棒把它晕开来 卧残就变得超级干净 超级立体 那就如同我刚刚所提到的嘛 因为它毕竟是遮瑕膏的质地 而且又是偏湿偏软的 你一定一定一定还是要用粉去把它定住 才不会晕得到处都是 下面的线才不会变得太模糊 这样子画出来的卧残看起来更干净了 然后它也会更加的持妆 这个Lily by Red的腮红膏 Oh my gosh 皆さん 我最近非常的into这种 Hot Pink Barbie Pink 很致命的颜色有没有 可是它上脸之后 看起来却是很元气 很自然很提气色 它是可以做一个脸部蓬亮色 也可以当做主色的腮红 重点是它虽然说是一个腮红膏 可是它不管说是在底妆前或是底妆后 甚至是蜜粉后使用都完全的OK 不会卡卡的 然后也不会让你的底妆看起来脏 那因为它薄擦很透厚 厚涂很饱和 所以我相信它适合的族群也是非常非常广的 一般我使用的方式都非常粗陋 我就直接用手匀匀暖化这膏体之后 就压上脸再用海绵把它铺开来 可是其实这样比较容易失手 你还是可以在手上匀匀之后 用海绵去沾它再压上脸 那如果说你想要让你的腮红更有立体感的话 of course你在用完它之后 你还是可以用粉状腮红去定妆 建议大家是蜜粉前用它再上一层蜜粉之后再上一层腮红 这样子会比较合理 因为有一次我就是突发奇想 我用腮红去set它去定妆它 结果不得了是猴子屁股 它的显色力还是蛮给力的 所以大家在用的时候只要是小心那个量 少量多次的上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调色也很可爱 如果说你想尝试那种kpop idol妆啊或者是韩戏妆容的话 拥有这一块啊你整个就是拿捏了 再来这一块我觉得我已经夸到个不行 如果说你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话 就知道说它是我的挚爱耶 彩糖的腮红 然后这个是02号色陶修 不瞒各位说从我收到它的那一刻开始 它就住进我的化妆包从未离开 不管说我是去澎湖台中还是任何地方 我都带着它 它也去过韩国 非常international的一款腮红的部分 那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它呢 是因为它虽然说是一款腮红 可是它也可以当做眼下定妆粉 尤其是它的膨胀色真的是太棒了 如果说您长期有在观看我的频道的话 应该就知道我素颜的眼带升到爆炸ok literally就是一条线的那一种 可是经过我的层层遮瑕 搭配这个膨胀色去定妆之后 可以说是几乎隐形 那个效果非常的棒 不管说你是本人去看 或者是透过影片看 都是非常的蓬亮自然 而且它的粉质非常细致 不管说你是用刷子 或者是你用那种毛茸茸的海绵去上它 看起来都很自然 多层叠加也不会假面 三色的搭配我觉得CP值很高之外 更重要的是你使用上非常的顺手 蓬亮色你就使用在眼下三角 或者是你看起来疲惫的地方 再来腮红的主色 当然就是打在笑肌上 收缩色你可以上在修容跟腮红的交界处 让它们有个很漂亮的过渡 那基本上如果说你不想想太多的话 你这三色混用都可以 这盘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的 就是看你的需求去做使用 包装也是薄薄小小的 整体的手感也很不错 你们知道吗 我用了好多个月 我几乎天天用它 可是它一点凹的感觉都没有 其实不止02号色 我觉得03号色也非常非常漂亮 加上03号色它的蓬亮色 是带有一点点粉橘调 珊瑚调的 所以如果说你把它压在眼下的话 它更会让你的黑眼圈无所遁形 Le Go Bye Bye 跟02号比起来 这个颜色其实是更适合夏天 然后更不挑肤色的 不管说你是白皙肤色或者是健康肤色的人用 都会很可爱很元气 因为我是在还没有上蜜粉的情况下 就去使用这款腮红 我把它当作定妆的一个步骤 我是之后才会上蜜粉的 可想而知它一定是非常的持久的 因为它就被蜜粉包在里面 像一个三明治一样 在粉底跟蜜粉的中间 so 到了晚上你还是粉粉嫩嫩的人间水蜜桃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去韩国购物的时候 挖到的宝 那就是Colorgram的打亮 这款打亮有两个颜色 我推荐的是01号 毕竟它是有点cream to powder的质地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用手是最好控制的 当然如果说你不想弄脏你的手 可以使用人工纤维毛的刷具去沾取也是很OK的 我会这么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透 粉纸也很细致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底色的 所以呢它在你上脸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玻璃机水光感的感觉 有些打亮光泽感虽然很强 可是它的底色很重 所以你在转头的时候 就会有黑黑的一条 或者是说在现实生活中 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干净 可是这款打亮呢细致服贴 然后又非常的有透明感 它的亮度呢是可以层层叠加的 可是因为我现在的喜好追求的是妆容的平衡感 而不是暴闪 所以在我这边它就是有点画龙点睛的感觉 去营造肌肤的质感 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更加的通透更加的健康 不管说是拍照或是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都是非常精致 然后非常不着痕迹的漂亮 Colorgram这个品牌自从我看了女神将领认识他们了之后 就一直还蛮有好感的 因为我用他们家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彩雷 加上它的CP值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去韩国 看到他们的贵位的话呢可以去摸摸看试试看 而且他们现在的代言人是我们家舒华呀 所以一定要支持一下你说是不是 好那我们再介绍下一款产品也是Colorgram 我觉得非常非常棒 必买 我甚至爱到我第二次去韩国还去买了其他的颜色 然后再买新的送给史丹利老师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太好用了 加将Colorgram的唇线笔 然后这支唇线笔呢 它是双头的一头浅粉色让你描绘唇型 一头是阴影色让你嘴巴看起来更加的嘟嘟更加的立体 可是呢一样是不找痕迹非常非常自然的 之前去韩国化妆室化妆了之后 又重拾了我对眼线笔的热情 可是那个时候老师给我试的牌子 虽然说调色非常的漂亮 然后遮盖嘴巴唇线的覆盖度也是非常够的 可是我觉得它的持久力并不是那么强 因为它就很像一般的唇膏一样 并不会巴住你嘴巴的边缘 所以有时候你一抿一擦颜色就不在了 Colorgram的这一支相较之下 我觉得它的持久力是更棒的 而且你之后叠加唇釉 它跟唇釉中间交汇的地方会有漂亮的间层 可是外围还是它原本的颜色 所以这就是有维持我当初要用它的原因 我想要让我的嘴巴看起来不要那么的黑 外层的边界感也不会那么的明显 这个01号的肉粉色它真的调的非常的好 所以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就很像那一种彩妆师 有的会拿腮红去暈染嘴巴边缘 让嘴巴看起来有点蓬蓬的软软的感觉 那我们一般人有时候可能化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或者是说用腮红暈染唇周 这个也是需要技巧的嘛 那你用唇线笔就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而且更加的持久 所以这个产品呢也是 但是我只要有出门有拍片有化妆都会用 唇色偏深或者是说嘴巴偏大 又或者是说你想要让嘴巴看起来更立体的女孩 强烈建议加一灌入购物车结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眼线神器 因为它不只可以画眼线还可以画下睫毛 它的笔刷非常非常的细致 一开始我是买了黑色 用了之后觉得很优秀 可是因为黑色如果说拿来画下睫毛的话 还是有一点点的生硬 或者是说你有点掌控不好的话 你的眼妆就会看起来很浓 所以后来我又去回购了这个02号 因为它是深咖啡色 所以呢你不管说是画眼线啊或是下睫毛 都是那种既有存在感 可是又能够让你整个人看起来蛮平衡的 不会让你觉得眼妆过浓 而是有一种温柔自然的感觉 它的笔出水稳定 不会说你在拉线的时候就觉得说 后面的线条须须的 我在用它的期间呢有去过澎湖玩 你们也知道澎湖有三个太阳 而且在澎湖都骑摩托板啊 所以跟防水耐旱的能力也值得夸赞 我的澎湖朋友看到我的妆之后 甚至还要我帮他代购一支 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厉害 他说他一直都在看我的眼线 怎么那么精致那么漂亮 不好意思 Judito 你值得拥有 怎么每样都大家值得拥有 反正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我之前有一支 开箱小红书爆款彩妆的影片 也有介绍到它 OK 接下来就来到了 唇釉狂磨的唇釉分享时间 皆さん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我这几个月真的是狂买 各式各样的光泽型唇釉 可是呢真的是有特别极款 我每次擦都会被问 或者是说我手边已经有这么多东西了 可是我会选择它们 灌入我的嘴身包包 你就知道说我多么的喜欢它们 先聊聊YSL的唇釉 其实这个的旧款好久之前 就曾经是我的年度最爱了 因为它真的是让我觉得贵有所值的 专柜唇釉 其他的我们都不说 先讲这个颜色的持久度好了 就算它会转印 会沾杯 可是它颜色就是会 停留在你的嘴巴上 长时间过去 看起来都还是很漂亮 当然你也是可以选择补擦 可是就我自己的经验 只要你没有特别的喝东西 弄得满嘴都是啊 或是吃油油的 到了晚上你回家之后 你会发现说 哇你的嘴巴还是好漂亮 610 这个颜色呢 本来它就是一个网红色 到处都卖光光的奶茶色 那我觉得它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呢 就算是我这种健康肤色的人去擦 也不会看起来很像神病 它适合的肤色 range非常的广 皮肤白皙的人擦它会显色度更高 更有存在感 那我肤色健康的人擦它呢 就是会有种知性有气质的感觉 光泽感呢 虽然说没有到镜面那么的强 可是还是会有种嘟嘟的水亮感 非常的漂亮 现实生活看的话 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充满了营养 然后很健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的妆效是很不错的 一般来说呢 这个颜色我会单擦它 或者是当做打底色去叠加 另外一个我们要介绍的441 这个441呢 它是有一点点像是 Mac的Chili的感觉 擦上它 你就是迷人的小辣椒 有点橘 有点棕 有点红 有点辣 Exactly That's what we want 非常的显白 如果说你今天妆不是那么的浓 可是你希望你的唇部有重点 就非常适合这个颜色 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的 尤其在秋冬擦它也是很有很有氛围感 刚刚有跟大家聊到嘛 就是四五六月间 我的肌肤从混油变成了混干 因为我就是肌肤又开始过敏了 去接受皮肤科治疗 开始服用A酸 所以嘴巴是我最容易感觉到干燥的地方 那这个Rare Beauty的唇油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是我的救世主 因为我外出的时候 还是希望自己是有气色的 然后看起来是滋润被爱的 那这个Rare Beauty呢 就是真的是妆效看起来自然漂亮 而且实质意义上 它是有一点像一个润唇产品刷头呢 尖端细细的像这种比较油润的产品啊 用它会比较好控制涂抹均匀 很多细节你都可以仔细的去描绘到 颜色也非常非常漂亮 它也是一个干燥玫瑰奶茶色的感觉 虽然说我唇色很深 甚至是边缘有点黑黑的那种藤木唇 擦它都看起来非常的juicy啊 非常的漂亮 而且有血色感 基本上一支好的唇釉 该有的优点它都具备了 虽然说它就是那种很典型的 不会沉膜 然后你可能吃个饭 用卫生纸巾把它擦掉之后 嘴巴就没有颜色的产品 可是我会这么喜欢它是因为它的 舒适度 还有它的妆容 都非常符合我的日常需求 那我相信大家也不是每天都浓妆艳膜嘛 有的时候像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其实反而是你包包里面最常备最需要的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酷的新品牌 它叫Arde Sinsa 这个是公关小姐姐还有传文字来跟我们说 是一个韩式发音的部分 那你们先看它的外包装 就很像一个雕刻瓶 打碎然后中间就露出唇釉的管身这样 首先我要说这个创意就是太高级了 再来打开来这个产品的质地也好优秀 一上嘴就觉得好像就沉膜了 所以它是一个唇釉 可是自带膜感 亮度很高颜色很饱和 可是呢就是很漂亮 所以它也是住在我的化妆包里面 YAS 它有微微的保湿度 但是我必须说那个保湿的续航力 并不是那么的长 可是上嘴呢是舒适漂亮的 而且它会有微微的染唇 但它染唇的颜色就是它唇釉的颜色 所以看起来是很自然 如果说你因为吃东西啊 抿嘴啊 喝水啊 光泽度有掉的话 那个颜色还是会在你的嘴巴上 所以你不用一直 持续多次的去补妆 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个内外兼具的产品 而且这个牌子真的比较小众啦 可是我觉得它值得被知道 被看见 因为真的so pretty so beautiful so nice 然后好有质感 谢谢公关品 谢谢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唇釉 也是我现在嘴巴上擦的这一款 它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所有唇釉里面 我用最久 然后也最喜欢的 那就是Pelipela的 Ink Mood Glowy Tint 今天使用的颜色是01号 这个产品其实汤姐汤4啊 它推荐了无数次了 然后我自己后来也有购入很喜欢 买了一个颜色之后呢 又后续买了好多 很多个颜色 我觉得这个唇釉很棒的地方 就是在于说呢 它一擦上嘴的那个镜面感 再加上呢 它那个唇釉的调色透明度拿捏得很好 所以你不管擦什么颜色 或是擦几层 看起来都会非常的juicy 那大家看到的影片里面呢 是我已经先使用好了唇线笔 再叠擦它 那个妆效就更加的精致 我的嘴巴仿佛可以原地出道的概念 YAS 那它呢也是在 没有使用卸妆产品的情况下 也会有微微微微的颜色残留在嘴巴上 可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哦 都是用卸妆产品就可以卸得非常干净的 你不用担心颜色会残留在你的嘴巴上 到了明天后天都还在那一种 No 就是它们都会在你的戴妆过程中给你带来很好的体验 虽然说它还是会掉需要补擦等等的 可是因为它真的很漂亮又便宜 所以我会持续的为它加油 持续的回购 有出新色也会想要加一 所以如果说你在观望这个产品 或者是说你想再去买个别色的话 我是还蛮支持你的啦 讲的好像什么心灵对谈有没有 但我就是很喜欢它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话 If you know you know YAS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还喜欢 四五六月期间你有用到什么好用东西吗 或者是有要推坑给我的好物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一起你知道促进台湾经济买起来 在你离开这部影片之前 我要告诉你记得你是最棒最美最amazing的 I love you so so much 你要爱自己so so much OK YAS YAS 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就是一个love放松love注入的概念 好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Jimmy在前面看着我 所以我就是充满元气 谁需要老公啊 不需要 有idol就够了 Bye Bye